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疫情就在我们家门口一样 因为每天每时每刻都会听到周围的朋友有中招了 也就是感染病毒了 那么大家现在也知道能够战胜病毒唯一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要增加免疫力 无论你是打过疫苗还是没有打过疫苗 或者是你平时那个有没有什么病的 都是只要有一样你的免疫力能够抵抗住这个病毒 你就能够平安的安安全全的能够治好它 所以说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免疫力 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强大的提高免疫力 而且能够抗病毒抗感冒的一个食品级的茶 它是什么呢 它是第一个就是柠檬 我专门有视频介绍我喝柠檬水 那么这就是第一个食材就是柠檬 第二个食材呢就是一片生姜 就是生姜一块 第三个第三个食材呢就是大蒜 这第三个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蜂蜜 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我今天的这个食 那么我今天的这个茶 有强大的提高免疫力的茶是什么茶呢 它就是大蒜生姜柠檬蜂蜜茶 为什么它有这么大强大的抗菌抗感冒的功效呢 我掰开来讲大蒜 大家都知道大蒜是 我认为它是一个天然的抗发炎的一个抗生素了 因为大蒜素它是一个强力的杀菌的效果非常好 所以这个大蒜它的大蒜素能够杀掉我们身上 我们是体内很多的病菌和细菌 所以这个大蒜是一个非常好的抗病毒抗发炎的一个食材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生姜了 那生姜也是的 它是有杀菌那个抗发炎的一个效果 而且他们一个有一个最共同点的是什么呢 特别是对感冒 我经常听人家就是听人家说就是只要感冒了喝点生姜水喝点柠檬水 再加点大蒜 那么就那个感冒就可以缓解减轻 这是生姜 那么柠檬了好处就很多了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共同的啊 我刚才说了一下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对感冒上呼吸道的感染 咳嗽发烧 喉咙痛 都有预防和治疗的一个很好的效果 而且它是食材非常安全 所以为什么它可以我们每天喝一点呢 特别是现在这种时候 你每天喝一点可以预防你要是生病了你也可以喝它用于治疗啊 那么这些东西它怎么喝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跟大家来演示一下 那么今天呢我是准备的就是我一杯的一个食材 这个食材呢你可以平时把它多做一点 你要每天去做可能会觉得太麻烦 你可以把它多做一点 把它放在一个瓶子里面 然后呢就相当于你我们经常喝的什么柚子茶呀 那个柠檬茶呀 外面都有卖的 你可以把它自己做一个 生姜大蒜柠檬 那个蜂蜜茶 把它做完以后 每天可以咬一勺出来吃 好 现在我来分享一下 我这个是怎么制作的 首先呢我就把这个这一块生姜 这个生姜呢就是看 因为你我自己今天一个人做的就是就做一块 你可以要是一家人的话你可以多一点 这个多一点少一点都不是特别的 有什么限制的 你把它切成姜末 把它切得细细的 一定要把它切细 因为到时候你是连这个姜末都一起要吃下去的 所以要是太粗的话 你觉得很难下口 就是口感不好了 姜末以后呢就把它放到杯子里面去 放到杯子里面 然后我们再来切大蒜 然后我们再来切大蒜 大蒜呢我是准备的是两 就是两半 大蒜呢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因为你 大蒜 每天如果要是吃的话 最好是吃个两到三半 不要吃太多 吃多了以后 它也会 因为很多人会知道的 就是大蒜吃太多了 对会伤眼睛的 你要吃个两三半 它就可以提 就是能够杀菌消炎了 已经有这个效果了 大蒜也是哈 把它切成大蒜末 切得越细越好 好了 你看我这个大蒜末 就把它切好了 也是把它放在杯子里面 然后呢我就来挤这个蜂蜜水 就把这个 柠檬呢 我就把它切了以后 我就把它挤在这个 杯子里面 这个就看自己了哈 这个是一个柠檬也好 半个柠檬也好 都可以自己自己掌握 这就是 这就是柠檬 我就用了半个柠檬 好了你看 这个里面有 大蒜 生姜 和柠檬 然后呢 我再放一点蜂蜜 放点蜂蜜进去 放点蜂蜜进去 然后我再放点水 这个水呢就不要太烫 也就是不要是100度的了 就是不要太烫了就可以了 然后你看我这一杯 提高免疫力抗发炎的 大蒜 大蒜 生姜 柠檬 蜂蜜水 就做好了 当然有的人可能觉得很难下咽 你可以一口把它喝下去 然后你也 我先尝一尝啊 告诉大家什么味道 我觉得第一个大蒜的味道 不是特别浓了 因为 因为柠檬 它那个酸味 和蜂蜜的甜味 已经把它盖住了 但是它也是 很强烈的 很有 很刺鼻的 一个这种感觉 你把它喝下去 喝下去以后 无论你是感冒了 或者是喉咙痛 咳嗽 发烧 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如果现在还没有这些症状的 特别是现在这种疫情下 我推荐大家 每天喝一杯 特别是每天出门的时候 喝一杯 这样可以提高免疫力 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我现在就把它喝下去啊 因为 里面又是大蒜 又是生姜的 一颗一颗的 把它多 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 一口把它喝下去 特别是在出门以前 为什么 就相当于戴一个口罩一样 以前我们觉得 好像我们要出门 就不要吃大蒜 为什么 那个味道啊 很影响情绪 也很影响别人 对吧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味道啊 就相当于戴了一个天然的口罩 但我们出去还要另外戴口罩啊 这个味道就相当于天然口罩 干嘛呢 它就会抵挡一些细菌 因为细菌不喜欢这个味道 所以 我希望 就是 所以我现在出门 就要喝一杯这个以后 然后出门 然后再戴上口罩 但我的口罩 大家都知道了 我是三重防 那个 我是三重防护 再加上这个 生姜 大蒜 这个水 把身体 能够 抵抗力 能够尽量的提高 当然有些人和我们讲说 总是说提高抵抗力 提高抵抗力 我怎么知道 我的抵抗力提高了呢 其实 我前几期的节目 有跟大家介绍 有过 怎么知道 我的抵抗力高了 第一个呢 就是要保证 要保证自己的睡眠 就是你晚上睡觉 是不是睡不着 要保证自己的睡眠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 要锻炼身体 每天起码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以上 方法自己选 然后要吃好 要增加蛋白质 增加维生素 很多很多的 这些东西 全部跟上去以后 你觉得 你的气血很通 你的心情也很好 虽然现在 大家心情都很郁闷 因为疫情严重 但是也要保持 良好的心情 这样才能够 让自己的身体 保持一个平衡的 一个状态 你免疫力 才能够提高 才能够抵抗疾病 然后我刚才讲的 这个是出门 喝这个水 然后回来以后 因为本身你 你喝完以后 给平时的话 你肯定 肯定是喝点什么 清水 把它塑一塑 因为觉得 很难闻嘛 这个味道 那么现在就不需要 清水去洗了 你就这么出门 就让那个味道 在嘴巴里 口腔里面 那个在你的鼻腔 整个这个面部 这个地方 因为它可以散发出 这种味道 大酸素这个味道 抵抗病毒 这是一个 那么回来以后呢 你就要洗了 为什么 你出去以后 回来的可能 有些那个病毒 它会吸到你的 喉咙里面 黏膜里面 它就 它不会是病 那个病毒 不会一下到你的身体 一类的对吧 它肯定首先附着在你的喉咙 或者鼻腔里面 所以你回来以后干嘛呢 要漱口 你要有漱口水 漱漱口啦 或者那个 我也买过的 或者鼻子里面 也要洗一洗 那是最好的 所以喉咙和鼻子 清洗一遍 这样的话 就可以更好地预防 冠状病毒 我今天分享的 这些小小的方法呢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很喜欢的一句话 要把我们的食物 当成药物来使用 千万千万不要 把我们的药物 当作食物来使用 这样的话 我们的身体 就会越来越健康 而且呢 是用我们的天然的食材 来保护我们自己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最好的药材 就是食材 最好的医院 就是厨房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